哎,来了一大群鱼啊,这才刚拉网啊,马上就遇到鱼群过来了 没看新链蛋,这是一个好习惯,哈喽大家好,我是拿打表哥 现在就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单围岛放网的第二个鱼网了 第一个网的时候也算还可以啊,总共来有四五十星的鱼货上来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大条的鱼或者说直前的鱼货过来 但是上来的小剥皮是比较多的,所以算起来算是比较直前点 两条鱼头,哦,不止两条,只一大群啊 哦,这才刚开始拉网吧,马上出来了这么一大群的鱼头一起过来 这一群一起应该有个十来条吧 看来这个围岛放网的这个位置就比较好一点了 这些鱼头也不算小吧,平均一条也是有个四五两左右的 也不枉啊 还有一条黄鸡 又有又有啊,哇 这一共是准备大丰收的节奏了嘛 这条箱头要大条一点 这条估计就要达到七八两左右的规格了 不过箱头还是比较便宜的 上一次卖一斤也就是二十来块钱而已啊 大海星还来了一个哦 看来小岛的这一边箱头就比较多了 第一个网的那一个位置是小薄皮跟家鸡比较多 又连续的来了好多的箱头啊 根本是忙不过来的感觉 还是箱头啊,这个框百分之九十都是箱头 其他的海鱼好像也就各来一条而已吧 我记得是来了一条薄皮,一条后甲鱼,还有一条黄鸡 又一条大箱头啊,这条也是要七八两的 箱头大一点比较好卖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箱头已经可以卖到接近三十块 比小桃的箱头也是要好卖个几块钱吧 箱头啊,学名是叫做平头雕,也算是雕刻类的 毕竟现在这个季节也算是雕刻类的季节了 所以来的雕刻类会比较多 还有黑雕真雕什么的 但是上一个网也是还没有遇到什么真雕黑雕的 看一下这个网有没有什么真雕上来吧 应该也会有的,毕竟小岛的旁边也是这种雕刻类比较多的地方 没有石斑来一些雕刻类其实也挺不错 加吉鱼,这个网的第一条,数量也比较少 加吉鱼其实也算是雕刻类的 学名就是叫做二长吉鱼啊 但是加吉鱼的旺季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也就是夏天的时候了 连续来了三条 这种叫做也是一种光赏鱼来的 这一种光赏鱼我们这边叫做海军伤啊 因为它皮肤是蓝纸式的 跟海军的衣服差不多 这一个位置的海星倒是挺多的 其实最讨厌拉到的也就是海星了 又难解除网的 关键它还不值钱呢 而且一个个的凸起来感觉有点刺 也不好解除网 真的是非常讨厌拉到这种海星啊 大尾油啊 还挺大个的 火点鱼一条 西公鱼啊 16枚也来一条 第一个500米的鱼王拉网了 先把这些鱼货装起来 然后拿去冰箱那边保鲜 然后再继续拉后面的鱼网 第一个500米的收获是身心不错 应该是有个十几二十斤的鱼货 而且还有一个大尾油过来 现在继续拉网 后面还有三个500米的鱼网 看能不能也继续遇到鱼群 黄鸡先上来一条 这也是今天这一个网的第二条黄鸡了 柠檬鱼啊 是这一个网的第一条柠檬鱼 最近柠檬鱼也是比较少 这一个网上来的第二条小柠檬鱼啊 不像上一个网那样子上来的柠檬鱼就挺多的 看来这一个网是相投聚集的地方比较多 这里倒还上来了一条小真雕 这一条是生雕就不是夹吉鱼了 这一条就是夹吉鱼啊 背部有两条长翅 这里倒是来了两条柠檬哦 不过柠檬始终数量比较少 去年的柠檬数量也不多 但是前年的柠檬数量就挺多的 那时候经常遇到鱼群 柠檬鱼的鱼群哦 来了好几条黄鸡 这500米的黄鸡就比较多 当然可能箱头依然还是最多的吧 箱头为主偶尔来几条黄鸡而已 其他的一块根本没有几条 而且这一批箱头也不小 比前段时间有一次遇到的箱头鱼群 还要大条一点的 证明雕刻类也是慢慢的在长大条了 后面过来的话 估计黑雕跟真雕也会大条很多了 那就可以准备放大网了 这500米的收获也算还行啊 第三个500米了 三条鱼三种鱼货 针雕针雕 这条针雕就比较大条了 看起来应该是要8两到一斤左右的规格 一条小剥皮鱼 一条黄鸡 再加一条针雕 三条鱼货 刚开始拉网还不错哦 针雕相对值钱一点 现在像这种一斤左右的针雕一斤也是要50块钱左右 达到两斤左右的一斤就要50到60 刚说完就来一条 这条要一斤多 这条针雕估计要一斤半以上 再来一条大针雕啊 这条也是要一斤以上的 倒是没有想到在这个500米的位置连续来这么多针雕 这500米的硬气就比较好了 毕竟这些针雕也是比较大条 而且还比较值钱呢 又来一条又来一条 这一条也是要一斤多的针雕 看起来偏瘦一点 估计针雕真正肥的季节还没有到吧 这样看也不算瘦了 算是精等身材吧 不肥不瘦的 像这种规格的针雕拿来清蒸 味道也是刚刚好的 肉还是比较嫩的时候 光这几条针雕都要六七斤了 再加上其他的鱼货 直来劲应该妥妥的 所以这500米收获也挺不错 总体这一个网的收获就要比第一个网的时候要好一点了 价值会更高一些 并且这一网还有500米的鱼网没有拉上来呢 收获应该只会更好啊 所以这一个网的收获怎么都要比上一个网要好了 不管是鱼货的数量还是重量来算 即使是总体价格都要比上一个网要好 好了先把这些鱼货给装起来吧 这一个网最后500米的鱼网 看这500米的鱼网能不能收获超过前面的三个号的鱼网吧 只要稍微来一点直前的鱼货一下子就超过去了 毕竟从开海捕回到现在一点直前的鱼货都没遇到 只遇到了一只龙虾 海虹帮大山刀石鱼什么的都没有遇到啊 即使一些比较大条的石邦鱼也是没有遇到 这真的是奇了怪了 这里也是有针鱼啊 先来一条针鱼 这一条针鱼也是一斤左右的规格啊 还没下大网啊大网就能补到那种两三斤三四斤左右的针鱼了 大条的都有 这边还有箱头啊 果然这一个网还是箱头的地盘 不管哪一号的鱼网都有箱头上来 而且数量还不少 不过有鱼货就行吧 总比上这种大海型的好太多了 石榴梅一条哦 这个网偶尔都有一两条石榴梅上来 加鸡鱼就很少啊 这个网没几条加鸡鱼 估计这一个网上来的加鸡还没有针鱼多呢 看来也是加鸡鱼的季节快过去了 数量少了很多 六千米的鱼网 六千米的鱼网要一拉网都要好几个小时 等到天气冷能拉到的加鸡鱼就真的没有几条了 可能那个时候拉到的加鸡鱼比小薄皮还要少呢 毕竟小薄皮冬天也是比较少的 少的都要十几斤 这个是第八号鱼网 总体拉上来这八个号的鱼网收获也都挺不错的吧 最少的一个号的鱼网都要十斤左右的鱼货 这一个号的鱼网收获也是挺不错的 现在目前来看已经是接近十斤了 还有最后的两三片鱼网 估计拉上来十斤鱼货少不了 黄鸡倒是这一个网拉上来的黄鸡比较多 比第一个网要多 第一个网拉到的黄鸡也就是一两条而已啊 这一个网有个十条左右 柠檬鱼也是比上一个网要多一点 除了小薄皮跟佳剂 其他的鱼货基本也要比上一个网要多一点的吧 十来斤鱼货了 十一二斤应该是有的 越拉越轻了 有时剩下最后这么一点鱼网了 好的 刚刷网啊 这个网立马也就拉网了 然后现在海里面就剩下最后一个网了 把这一框的鱼货冲洗一下 就拿去冰箱那边保鲜了 好了 这个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下一个网的视频 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哦 也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哪有导标哥 也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哦 我们下一个网的视频